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样的主席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 有中心思想 有实践能力 另外呢这个对于整个 现在大家都在批评民进党是一个选举的机器 这个那我们张管长提到这个 民进党必须要有战略的思考 对于这个党员教育 大家也知道对地方党员 现在好像也都不太理这个 不太进行这个党员的教育 棒无假操了 那这一点呢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 结合民间力量 我想呢这个最次的检讨 我听到很多民间社团包括 我们吴社长啊 就觉得民进党啊好像这个 跟民间的社团 切割不仅跟陈水扁切割 好像也跟民间社团 也没有什么这个冲温的合作 那台湾民间社团这么活耀 这么多力量呢 那民进党不会来这个冲温的这个协调配合 我想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可惜 我妈也是这一次败选的另外的原因 所以啊那个 吴社长提到的这个几个 利用民间社团合作 其实你也特别强调了 当然你更提到这个里长啊 里长啊 这个运动啊 就是地方这次这个选举啊 才发现啊 地方等于空掉了 民进党的地方啊 但是要做到这些事情啊 我们刚才赵谢 赵谢兄又特别提到这个 民进党已经病入膏肓了 派系问题病入膏肓了 这个人多党员也解决不了 你这个解决不了的话呢 这个对于这个党啊 刚才你也提到 这个党员多少没有关系 但是你党员啊 不能用这个人头党员啊 你总是要加进来 你就必须要交会 那你不能因为选举的关系啊 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改革的 那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改革的话 你要期望这个民进党未来有什么 很好的表现啊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啊 那当然这个这次改选以后啊 这个国会也有40起 如果这个民进党能够充分的这个体验到这个民进党要发挥他的监督 40起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 刚才这个吴代表吴昭燮也提到说 其实像外交方面啊 这个美牛啊 这个刘珊珊的情注心的等等啊 这些事情啊 如果民进党能够发挥他的这个充分的监督的力量的话呢 我相信啊 很多这个不必要的这种外交的事情啊 能够这个避免 所以当然我们说上一次27起 27起也是蛮多的啦 其实问题民进党有没有对于这个 是不是他只有想到选举 还没有想到说这个国会啊 怎么样来充分发挥这个力量啊 这部分啊 恐怕也是未来我们对民进党改革啊 一个很高的期待 不过我个人啊 老是觉得这个金婚伟兄提到的 那个整个民进党 他是应该是要保护台湾啊 那是因为他是整个民进党 他的整个过程是因为守护台湾 所以这一点啊 不能过这个避免的 不能过什么为了选举 为了中间选民而这个失去啊 你整个民进党过去啊 你这个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啊 他代表这么台湾的要来为台湾啊 的前途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这一点啊 那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这个辟开的 那辟开的话呢 啊 也许民进党会认为说 啊反正你总是会投票 你总是会投 那很多人大概这样想法 这一些人啊 胜利的 韩瑞也要投票 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观念是不对的 你本来这个是你是民进党成立的整个历史啊 就是为这个台湾的利益为台湾成为正常国家 所以对于马政府任何啊 这个接这个这个啊 就是靠近中国或是牺牲台湾利益的这部分啊 无论如何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来避免 这样呢 这个我相信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啊 那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说 以我们说中间的必须要是讲中间选民 不过啊不能因为这个 这一次证明中间2008年也是一样 这一次也是一样 证明啊 这个这样的想法可能有问题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啊 这个台湾的基本 这个主体性 台湾的利益 台湾老百姓 台湾的未来 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两千三百万 这个基本的观念啊 我相信啊 这个对民进党未来的发展啊 才有这个前途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问题要来请教 请教一下 怎么样子经营那个地方的 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去做 是让那个民进党从那个地方经营来壮大的 谢谢 刚才一直提到是说 要深耕的地方吗 那有什么做法可以 怎么具体的做法可以去胜更呢 谢谢 还有没有 我相信最基础的是这样 这个 OK 在这个选举期间 有一个抢救台湾的一个运动 319运动 那这个运动 我知道他们一直下乡 去跟民众对谈 那从这里 大概引申出来 就是他们有一些这个名单 在这个基层里面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跟过去 有真的深入基层的这些团体 或者说有一些基层 比如说台湾自由会 他们是有各区都有 都有这个分区的一个组织 所以透过这几个团体 然后能够在这种基础上去做一些选里长的运动的话 那个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小的 尤其我们看好在这个六百多万的这个选票这个上面 假如能够透过这种组织的力量 透过社团的呼吁 可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只问一个简单问题 就是说在有关政党路线方面 那个民进党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 把胜率交给台联 然后民进党继续往中间移动 然后我想请问各位这种方向 是不是你可以认同 民进党要赢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它基本盘扩大 除此之外 它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赢 那你要把那个胜率的弄走 那民进党 那你剩下的民进党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党 胜率的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609票都是胜率的 那一些票是不会被收买的 不会被中国威吓的 也不会被这个中国的经济牌 或者是马英九的经济牌所骗的 那个就是胜率的 你要把609票通通通通通通弄走 我不相信民进党还能存在 更何况民进党也是可以放弃的 现在很多这个绿营人在思考 要不要放弃民进党 要不要再给民进党机会 我们给民进党太多机会了 民进党对不起台湾人也太多次了 民进党的人如果只要 这个所谓铁杆的声率 好吧就20%吧 只要出走 民进党不但不能够永远成为一个执政党 连做一个在野党的力量可能都没有 所以民进党要思考的是这样的问题 这个刚才 这个我赞成 这个DVP 民进党为什么要建设台湾人 国民党要做中国人 他自己去去去去 所以这点来说应该是 跟金总编的意思也是同样 委员也是在标打的 我是非常赞成 民进党一定要建设台湾人 没有你跟中国这个地方怎么分 你要做成你就可以去 你要去就可以去 但是你就是台湾人 你比如说台湾人 国民党用过去那种的政策 说不可以说台湾人 这是完全错误 现在他也正确 法律也不规定 说不可以说台湾人 政策的 那个地方 这位先生问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跟顾先生去走319 200厂到地方去 我们就发现了 很多地方 他们对于民进党 这个忽略地方 这个是他们是有很多意见的 这一次选举也证明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错误的 民进党就很多这个空气票 那过去也许可以 那现在呢 这个国民党 他的选举的策略 已经非常的精进 然后中国又加进来 然后美国又来这个帮助 所以这样的话 只有这个深耕基层 让地方这些我们的这个相亲来真正的支持 不过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要你刚刚讲要教育党员 要从党员来的增加来扩增 然后呢这样让他们像这次609万票一样不会这个是这个这个受到中国的这个威胁 不会受到国民党的威胁也不会因为国民党买票不会这个国民党的地方的基层啊这个受到影响那这一批人啊我相信啊要超过一半啊这个如果照我们今天啊我们各位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只是过去啊他就没有努力去做过去呢不晓得为什么啊这个造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想今天这个 这个我们做团队大家意见啊应该很清楚啊希望呢当然民进党啊能够这个听到啊能够未来的主席啊未来民进党啊能够这个对于这些意见好好去思考啊那我相信这个这样的话才有机会否则的话可能机会就很渺茫啊好我想我们这个今天啊非常感谢啊我们这个四位与台湾人也感谢各位媒体 女士先生的参加啊希望各位啊能够多多啊把我们的意见啊能够这个透过媒体啊让社会了解啊非常感谢谢谢我们就到此为止